在这部戏里我是叶问的妻子 她跟当时的女性完全不一样 当时的女性是非常含蓄的 但是张永诚就是非常敢爱敢言 像平时丈夫会花很多时间 在那里练功夫 打打杀杀这样子 所以她非常的反对 不希望老公成天在外面打打杀杀 希望老公能花多一些时间 来陪伴自己的家人 跟子丹合作很轻松 没有给任何压力 反而她会告诉我 可能在某一个细节的时候 可能会多加一些什么表情啊 什么反应会让这个角色演得更活一些 叶问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那我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在里面 那想要感受到真正的视觉听觉效果呢 一定要进入电影院去观看 这样子你才能有一个 真正的了解到这样伟大的一代宗师 他这个人物传记的真实感